原标题 原标题 原省长沙府乡乡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曾国藩的祖上颇有来头 他是孔子最德义弟子 曾子终胜的第七十十孙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 六岁入书读书 八岁能读四书五经 但曾国藩是一个天才吗 不 恰恰相反 他是一个庸才 你没看错 历史上的曾国藩有一个雅号 大家都说他是庸才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 大家或许也有本文 说的是小时候 曾国藩在家里读书 来了一个小偷藏在房梁上 曾国藩一边遍地背书 结果房梁上的小偷都会背了 曾国藩还不会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曾国藩的资质很平庸 但为什么他能成就一番事业 还被后来的伟人称之为 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呢 那是因为曾国藩有一股韧劲 而且对自己也够狠 一言以蔽之就是很有自治力 曾国藩曾经说过不当圣贤 变为秦圣 还说心至苦 事至圣瘾 这些庸人为人处事的哲学 确实在曾国藩的人生中 绑住他渡过了很多难关 在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曾国藩的早年仕途之路 二是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恩怨旧者 道光十八年 也就是一八三八年 曾国藩进世集体 正是步入仕途 当时他只是一个小汉林 等到了道光二十九年 曾国藩先后担任哪部优势 狼 兵部左侍郎和公部左侍郎 也就是说在十年间 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 沿着这条仕途之道 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十年齐迁 连月十几 不得不说 此人的任性令人佩服 前东三年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开始在湖南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 号称相拥 开始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任务 和太平天国死客 起初 曾国藩和他的乡军与太平军的战斗中 屡战屡败 他曾经在两次兵败中寻求自杀 结果都被幕了救下 但就是这样 曾国藩还是凭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任劲 最终打败了太平天国的起义 因此有人评价曾国藩是以雷霆手段 显菩萨新城 曾国藩曾经著过一本书 叫挺经 在书中他说越是艰难时刻 越要意志坚强 人到中年 很多人喜欢读曾国藩 就是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们很多人生的启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由于为 Zigն